真的不想你覺得這集的內容適用 但萬一你或身邊的人在經歷當中 希望這集的內容能幫到你 這個社會很有趣 無論是教育還是社會整體的風氣 有很多應該要懂的東西 沒有人教、沒有人說 但偏偏學校比較注重國民教育多於生死教育 你每天看的電視節目都是說十年前的狗 所以我經常覺得這類的內容應該要多些人說 因為其實是每個人都會接觸得到 沒有人教我意味著是甚麼 學習從心的方法 當你是親身經歷中的那個時刻 你才會知道那個感受是怎樣 小時候都不鼓勵我們去討論這類話題 所以當這件事來臨的時候 往往都是不知所措 謝謝你選了我的編曲來看我是Valerie oh no 上面裝修聽到嗎 我照說 我覺得應該可以的 選這個時間來拍一個話題 比較沉重的影片 其實可能不太適當 因為新年流流 剛剛才2024年 我2024年的第一條影片 就是說一些話題沉重一點點的 但最後決定都拍是... 當然有原因啦 上年暑假其實已經發生在我身上 當中有很多感受 所以就利用這份的感受去做創作 那份稿呢 其實我去台灣之前已經寫好了 我預計是在台灣拍的 但沒有預期去實際進行 但最後選了這個時間來拍 因為... 最近應該有一位朋友 他在經歷我經歷過的 這條影片 除了給這位朋友之外 都想可以幫到 萬一你或者你身邊的人是經歷其中 這條影片特別送給他 可以簡單說說我的故事 其實在這五年六年 我經歷了大概三至四次 最近一次在2023年的暑假發生 可以說是經歷最完整的一次 所以今集的內容圍繞著這次去分享 我給他一個名字 當他叫做Derek Derek去身體檢查 檢查到有一個末期的癌症 當時我還沒覺得是甚麼事 我不覺得結局會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有病就去醫 就是這麼簡單 他一生人要去看醫生 要去醫院的次數是... 我想一隻手數了 他突然來過大病 他有點不知所措 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自己健康上 也有一些原因 要保持著他服塵 所以其實我覺得自己很有經驗 所以我就會分析給他聽 我上網也找了很多案例給他看 但是最後決定在他身上 這裡我想加一點個人情感 就是... 我自從TSW之後... 不知道是甚麼TSW可以看這段影片 自從TSW之後 我已經不相信西醫了 沒有反應 如果你相信西醫也有中醫 純粹有個人觀感 我上網也找到一個中醫的案例 是說到一個八百七十歲的 他有他的病 其實西醫是告訴他 傳活率不高的了 是說多少個月的那些 但是他只是看中醫而已 他過了三年 但是... Derek呢 用他自己的經驗 他最後決定是要看西醫 西醫呢 幫他看他的X光片 各類的東西 其實是說... 因為他的腫瘤大到一個點 是其實做不到手術 亦都做不到化療 但是最後他堅持要聽西醫的說話 他說你這樣的情況 其實現在目前要入急症的了 這樣 What it works Not now 我陪了他去看急症 急症說你要留軟 幫他做了一個... 手術 效果不理想 但是已經看到他開始suffer 他在排斥中 醫生簡直好像是打定輸數 醫生找我 他說要我簽紙那類的東西 到時... 他去到... 萬一要去到心臟評論的時候 你會不會選擇去救他 我也是放棄醫生 我就說我可以商量一下 最後呢 醫生等不到我答覆 直接問了Derek Derek自己答不夠了 但是他未至於去到... 完全沒有希望的 至少他的態度是積極的 醫生幫他做多一次... 一樣的手術 效果仍然一樣 不理想 所以總之... 長話短短 就是... 由他入院到他離開 不夠兩個星期 由他身體檢查到他離開 前後不夠一個月 就是這樣 常見家屬的情緒有什麼呢? 第一次可能覺得是... 震驚 可能他會覺得... 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其實我剛才也有 我也覺得... 為什麼... 我以為... 四、五十歲才會發生的事 為什麼這麼早在我身上發生? 第二的情緒可能會是... 憤怒 例如去責怪一些... 醫護人員拖延治療啊 又或者問天... 為什麼會是我? 為什麼會選中我啊? 甚至有些... 可能電影情節... 不是電影情節... 現實中都會發生的 就是把這件事告上法庭啊 一直延續下去呢 就會開始... 例如是... 會想盡辦法去... 把病者的壽命... 去想方法去延長啊 之後呢... 可能會開始... 沮喪啦 嚴重的可能會變得... 抑鬱啦 開始個人會開始... 沉重... 消極... 會變得脆弱 之後呢... 可能會... 開始... 自責啦 沒有將他照顧好啊... 之類的... 早知道一早... 就是夾他去... 身體檢查啦 到最後... 家屬開始會認清那個事實呢... 才會... 慢慢去接受這件事 這個process呢... 是可以... 因人而異的 每個人接受的時間... 會有長有短 不是說... 做完的壯例就完成了的 我相信絕大部份都不會的 有什麼不可以做呢? 首先要明白... 面對死亡的時間是可以很長的 又說... 知道他病... 一開始我也說... 我知道他有病之後... 我沒有想過他的結局是這樣的 即連我process都沒有process到... 我就要接受他離開的這個事實 到了... 去就醫... 到死亡... 還有... 後事... 不單單只是喪禮壯禮 這個process可以很長的 即是面對死亡的... 那種感受可以長久的... 期間... 家屬有剛才我所指的... 種種情緒... 其實都是一些正常的反應啦... 而每一個人... 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以我為例呢... 我不論是我的眼淚 我的情緒都寫了上面的... 但是身邊都會有人... 一滴眼淚都沒有流過... 但是... 不代表他不傷心 不要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人 不要覺得... 我流光眼淚... 為什麼你一滴眼淚都沒有... 你是不是應該都要哭一下呢? 這樣才是表達他的傷心... 其實就不是的... 第二呢... 我覺得是... 不要亂開空投資票... 我經歷這些事當中... 很有這種感受... 這個階段最常聽到的是什麼呢? 要幫手的出聲啊... 真心會幫手的人... 是用行動來表示的... 其實真的不關年幾時的... 就是你的經歷... 能夠發展到一個怎樣的人... 我在這個步驟裡面... 遇到的其實... 比我年紀大的人... 是大有人在的... 但是... 懂得去說話... 或者做一些... 適當的行動... 是... 不多啦... 所以... 說真的... 如果你是... 不幸運... 你要面對當中... 你就是我... 一直口中說的那個家屬的話... 可能不要太在意... 他們說的話啦... 如果你是... 去... 參與... 這件事... 你要安慰那個家屬的時候... 這句話就要小心啦... 不要以為一定要說話... 來安慰對方... 但是... 反而這樣有時候會越說越錯... 有些什麼是難聽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呢... 其實有很多... 節哀順便... I.P. 說完真的是什麼意思呢? 真的... 真的什麼意思... 說完好像... 敷衍了他就算了... 還有更多被你慘的人啦... 他走了你就不用照顧他啦... 我們就舒服一點啦... 我明白你的感受... 前陣子我媽媽也走了... 接著一輪嘴地說自己的事... 自己的經歷... 不要想那麼多... 世事無常... 而以下這幾句呢... 是我聽過... 或者我遇過一些... 難聽的話... 你們以後要聽教聽話啦... 以後有些什麼呢... 找姨媽啦... 但他不是姨媽啦... 說話的人不是姨媽啦...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 你是不是在說教我呢... 後來的感受比較深的就是... 亂送上一些你以為的心意... 其實是會為家屬添上一些麻煩... 因為當Derek離開的時候... 因為他也帶了一些東西去醫院... 同時... 很多其他的親朋室友... 都帶上他們的心意給他... 全部都是食物來的... 食物來的... 最諷刺是什麼呢... 最諷刺呢... Derek呢... 不准飲食的... 水又不能喝... 食物又不能吃... 我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大家的心意... 後來呢... 我們是一樣一樣的托走... 然後後來我又搬屋啦... 把東西多到呢... 多了點東西啦... 我要找人去幫我消化了他... 那變成是一個麻煩啦... 所以... 我毫不客氣的... 我相信有些人應該在看我的影片... 我照樣說... 我就覺得是... 是呀... 要想清楚... 問清楚他的狀況... 究竟你帶上的是一些心意... 還是一些麻煩呢... 好了... 說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那應該要怎樣說... 一些安慰的說話... 或者應該要怎樣做呢... 我自己呢... 在message上... 我最常用的一句說話叫做... I'm sorry... 我覺得... 比起... RIP... 節愛... 節愛順便... 我寧願說... I'm sorry... 但可惜呢... 就是很多人都不明白這句說話原來... 有些人的反應很有趣... 傻啦... 都不關你事... 我沒有說關我的事... 不是我令到他走了... 我沒有這個意思... I'm sorry的意思... I'm sorry for your loss... 就是我對你的... 自親自愛的離開... 感到悲哀感到尚痛... I am sorry... 但是這個是我的悲哀... 很多時候... 在英文中直接學回來... 我不懂得翻譯啦... 直出啦... 但是對方... 所以我就開始盡量避免這個... I'm sorry... 如果我真的要用說話去表達... 我對他的關心... 我想我自己會用... take care... 又或者講長一點... 因為take care... 很冷的... 很冷漠的感覺... 可能會講一點... 我會... 希望他可以振作... 照顧好自己... 第二件事可以做的就是... 聆聽... 有時... 不會說的話... 真的寧願不好說... 寧願聽他說... 可能你可以表達就是... 你想找人聊的話... 你找我聊吧... 我可以聽的... 第三件事我覺得... 可以的情況之下... 給一個擁抱對方... 無論在醫院的那個階段... 還是去到... 後期那個喪禮... 是有很多感動的位置... 除了是一種不捨的時刻... 也有很多感動的時刻... 我... 抱了很多個人... 平時很少... 會得到擁抱的... 是華人嘛... 亞洲人很少... 很少會一來... 就是抱著對方的... 其實是那個... 關係是更加... 親密了的... 有時他們在病床出來的時候... 眼紅的... 我就在這裡抱著他... 多數都是女性來的... 如果是一些男性... 都有這些時刻的... 都有這些時刻的... 但是我就去... 拍拍他的肩頭... 捏一捏他的肩頭... 如果身份有點尷尬的話... 就可能... 給他一個... 對... 拍拍他的肩頭... 擁抱... 給人有一種感覺... 舒適、放鬆、去舒壓... 也有激勵的作用... 腦部是會分泌一些... 叫做... 催殘素... 而這種的催殘素... 可以減輕壓力... 產生放鬆感... 也可以刺激大腦... 去產生親密、信任、忠誠的感受... 可以的話... 請擁抱... 給對方一個擁抱... 如果真的想說話的話... 可以去鼓勵對方... 去邀請對方... 去表達他脆弱的一面... 與其叫對方... 堅強一點... 不如鼓勵他打開他的心... 有什麼想說... 我都會聽... 要哭的請盡情去哭... 另一句詞就是... 真正的堅強是... 容許自己變得脆弱... 如果你作為要安慰家屬的那一位... 如果你都認識世者... 不妨讓他知道... 其實你跟他是同行... 例如是... 死者不單是你老婆... 亦是我一個... 好好好好的朋友... 我跟他認識了30年... 令家屬知道他不孤單... 你面對你失去你的自親... 我也失去了一個好好的朋友... 最後一點是... 陪伴... 有時你又不懂得說話... 又或者你邀請他說話... 但對方又不懂得表達...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陪伴... 剛才說的就是... 每個人... 面對相同的方法都不同的... 需要的時間也有長有短... 有人會選擇分享... 有人會哭... 有人會選擇沉默... 有人會選擇去喝酒... 有人也可以用一些... 非常傳統的方法... 但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尊重對方... 這就是他對死者... 一個祝福的方法... 所以不要用自己... 的角度去看對方... 為什麼你去... 裝香... 但是... 我不裝香的... 為什麼你要去... 很傳統可以做什麼... 90天不用頭... 他的認知就是... 90天不用頭... 才足夠對死者的尊重... 可能是這樣... 但是... 你會覺得... 90天不用頭... 不行... 但是... 他也有他自己的做法...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要尊重他... 如果有個人... 借酒消愁... 不要喝酒啦... 喝酒... 有用嗎? 二人都走了... 你喝完酒... 他會回來嗎? 就... 不要說剛才所說的說話啦... 可能你可以做的就是... 陪他喝啦... 你不喝的話就陪下他啦... 陪下他在... 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 他醉到... 爛到... 躺在這裡啦... 這樣... 至少你可以確定他安全啦... 可能這個家屬... 他還沒接受到嘛... 就在找一些... 方法去療傷啦... 我覺得這些是... 很值得去知道的一些資訊... 但是... 我自己都要... Learn it the heart way... 經歷其中才會去明白... 這些道理、這些感受... 最後是想... 說我對家屬的一些說話... 如果... 你們在經歷... 一些... 致親... 準備要離開... 請盡量在這段時間... 想好所有... 你要跟他講的說話... 平時不會跟他講的說話都告訴他... 你想清楚就是... 這段時間... 是最後的時間... 你如果不告訴他的話... 你會不會有遺憾... 我這五年、六年... 經歷了三至四次... 每一次的... 情況都有不同... Derek這一次... 有這個階段... 再前幾次... 是沒有這個階段的... 所以... 如果你有... 一個離別ING... 的這個時刻... 可能... 都要好好珍惜... 可以的話... 牽住他的手... 沒有話說的話... 可以更新你的日常... 你的近況... 如果... 病人是... 你一位認識了很久的人... 可以說一下以前的事... 如果來到最後一個時刻... 他的心臟開始減弱... 唉... 我很幸運... 我看過這段影片... 很感謝台灣Youtuber... 很厲害... 幸運我知道這件事... 他說... 細者的聽力... 其實是... 最後才消失的... 就算他的... 心臟已經停頓了... 他的聽力可以... 最少維持8個小時...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醫生... 打給你的時候... 他告訴你... 他的心臟開始減弱了... 你可以去到... 就記得... 捉住他的手... 因為... 他的身體機能... 可能慢慢開始減弱... 去到... 他連眼皮都打不開... 他連... 說話都說不到... 他看不到你... 他答不到你... 但是... 他至少感覺到... 這個感覺... 我... 我不會忘記的... 最後一天... 剛剛開到醫院的時候... 現在... 他真的是有反應的... 他聽到我說話... 他想說話... 他開始已經... 控制不了了... 但是... 他的手可以搭到你... 不斷... 拿著他的手... 我感覺到他有壓力... 是去到... 很後期... 開始... 應該是... 離樓了... 變了那些... 是... 無效的壓力... 跟我之前... 跟他一直一直聊天的... 那些壓力是... 那個節奏是錯亂的... 又或者... 你這麼幸運就是... 可能... 趕著上班的途中... 收到醫院的電話... 然後你才衝回去... 醫院... 可能因為... 車程的關係... 耽誤了... 以為看不到他最下面... 我記得那天就是這樣... 有一些縮白... 叫他進來... 但是... 他就說了一句... 都走了... 還看什麼... 不是... 都走了... 他還聽到你說話... 所以... 不會遲... 他一定聽到... 唉... 真正道別緣了... 好好去幫... 細者去舉行一個告別式... 我自己覺得... 喪禮不單止是為細者舉行... 其實呢... 也是... 為世日... 雖然是總結了這件事... 但其實你的傷痛... 不是說... 單憑一個... 就能夠... 說放下就放下... 消失就消失... 因為傷痛是... 不會隨時間消失的... 時間是... 不能夠沖淡傷痛的... 但是你會有經歷... 你會隨著這些經歷... 一直去變得... 越來越強大... 最後... 我會有一些體悟... 我會開始明白... 死亡的存在... 無論一個人有病好... 沒有病好... 其實他都會有... 死亡的一天... 要意識到死亡的存在... 才會更加明白... 現在生存的價值... 生存的意義... 最後就是覺得... 教育下一代都無妨... 環社會對死亡很忌諱... 我會很欣賞... 會帶小朋友來到... 醫院... 或者喪禮... 要他們的經歷一下... 面對死亡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小朋友的... 承受力是... 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讓他們明白...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明白死亡的存在... 他們越早知道到越好... 沒電...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了... 希望可以幫到... 有需要聽這些話的朋友... 如果... 不幸地... 你身邊有朋友... 要聽這些話的話... 你又覺得我說得對的話... 就可以給我讚我... 以及分享給他看... 喜歡這類型影片... 不...我不會再拍這類影片... 但喜歡個人成長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這裡訂閱我的頻道... 我快沒電了... 就按這裡看我下一條影片... 又或者右下角看我最新影片... 我是Valerie... 我們舒適虛外見... 我是Valerie... 如果說的影片... 我不會再拍一張影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